惠陽逆襲,航運戰上風嗎? 真正的逆襲,不是他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及時通 我是Doris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分析師 吳臻猴分析師 Doris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老師啊 惠陽他已經搶先了市場商機 然後佈局了他的航運的運力 那其他的航運會一起跟上腳步嗎? 其實這個航運股到目前為止 投資朋友你要有先決的觀念 當一個主流股它在漲的時候 它不會全部一起來 我所謂的不會全部一起來 就是不會所有的航運股 然後全部一起漲 因為會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怎麼樣 已經是最後面 陌生段的陌生段它才會出現 也就是說當這個航運股 你看到全部的噴出 什麼叫全部噴出 因為航運股有分很多 是 大家最熟悉就是貨櫃三雄 對 然後第二個熟悉就叫散裝航運 沒錯 那可是後面還有其他的 包括什麼 陸地的運輸 是 包含叫什麼 貨櫃的物流 這個甚至於什麼 航空股 這些全部都是航運股裡面的 是 所以他們輪動輪漲的時候 反而它會一直漲 那如果你哪一天看到這所有的 全部一直噴噴天天在漲 那就差不多了 是 大概就是那個地方 你反而要注意 不能再去追高 所以因此現在目前的一個輪動輪漲 代表它後面還有戲可以唱 那只是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針對惠陽 對 那惠陽它是屬於那個散裝航運的部分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散裝航運來做個分析 好 那靠到底這個散裝航運 因為滿多人在問散裝航運 為什麼 都起不上當 起一天就休息了好不好 對 還要走到要死 因為最近在漲的都是貨櫃三雄 他們比較指標性 好那我們就來先看一下散裝航運 好我們先看就是彈毛惠陽KY 因為惠陽KY放利多 他說12月份的獲利跳增10倍 是 那全年的稅前的EPS大概4.42 如果用稅後下去算 應該有大概3點多 3.8到4塊錢 跑不掉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不是放利多嗎 對 有沒有漲停 沒有 沒有 他沒有漲停板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惠陽KY說真的 這個蠻多散戶去買 而且被套在高裡 所以因此 這個籌碼還要再經過一陣子 什麼樣 震盪起盤 是 才有機會 那到目前為止 他沒有出現一個強勢的攻擊訊號 那什麼叫強勢攻擊訊號 就是跟這個技術分析的K線形態學有關係 當然啊 我沒有辦法一一跟你講 因為強勢攻擊型態有很多種 沒有那麼多時間來跟你介紹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上技術分析教訓 所以我只能跟你講說 等到後面出現我就跟你講 但是目前沒有 這種K線不是 雖然你看它K線是往上漲 但絕對不是 所以老實朋友這個地方 我只能跟你講 它在高檔震盪的這個目的 就是把一些符合給洗出來 那只要洗到什麼地方 我沒有在 那就要看情況 因為我不是主力 好 那我們再來第二檔是看什麼 星星 星星是之前 散裝航運在12月份 最先衝出去 那大家就之前是非常看好 講的天花亂墜 結果就從它講的天花亂墜之後的 12月8號就不會再漲 就開始往下走了 而且它緩步下跌了14天 14天很久 因為我們一個月的交易日才22天 那半個月才10天 所以它跌超過半個月 可是它跌很慢 它不是急跌 那為什麼不是急跌 那就告訴你實際上 它就是在主流股的裡面 我們主流股就是航運股 對 那如果是電子股跌14天 搞不好跌到哪邊去了 不一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你會看得出來 真正的主流就是在航運 它跌都是慢慢的跌 沒錯 跌了14天之後 終於反彈了 反彈到現在 也是沒有看到一個真正的攻擊量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一樣 區間整理格局 那這個區間整理格局會多久 那就要看 看日後 它的這個整個籌碼的變化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還沒有結束 因為還輪不到它 除非哪一天下禮拜突然 出現了一個攻擊量 那才有機會 因為星星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衝出那個量 那個量要多大 蠻大 大概都要四五萬張以上 你現在這個一兩萬張真的不夠看 塞塞牙縫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大行情 好 那我們再來看什麼 世維航 那世維航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 世維航之前是跟著星星一起長 沒錯 可是他比較弱勢 就星星還在長 他就先休息 他也休息算蠻久 我就不跟你算天數了 他已經非常多 已經超過14天了 那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你要去觀察一個點 就叫23.35 那你就看到23.35 有沒有辦法去突破站上 這非常的重要 假設他有辦法去突破站上的話 那出現個攻擊訊號 這個才有辦法繼續的往上漲 可是我覺得世維航在這個地方 比較不容易吸引到人氣 那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星星 比較容易去吸引到人氣 因為你看量就知道了 為什麼他的量要那麼大 就是代表第一個 他股價便宜 然後大家對星星 好像他的基本面 比較能夠認同 所以投資朋友 現在的航運股 只是在輪動輪漲 未來的機會都有 只是誰先動 誰先漲 尤其是育民 你更要去注意 我就不多講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我們謝謝胡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嗎 快點加入老師的Line App 還有Tele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像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